《華裔女性威迪瑪拉失蹤案無進展》 姐姐表示希望渺茫 美加邊境口岸汽車騰空起火 兩死一傷排除恐怖攻擊 回饋社區59年 鄭和熙感恩節慈善捐贈送愛心 議長風波剛平靜 美國眾院迎來退休潮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南加州華裔女生在威迪瑪拉旅遊失蹤的案件 已經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仍然沒有什麼進展 遇難者家人表示悲痛 希望目擊者能提供更多線索 來看報道 Nicky的妹妹Nancy今年29歲 住在南加州華人區蒙特里公園市 10月19日 她在威迪瑪拉的一處旅遊景點失蹤 當時她正獨自在湖中划船 在當地政府和聯邦調查局的搜查下 Nancy的失蹤案件沒有任何進展 事發約四周後 最後見到Nancy的目擊者站出來發聲 目擊者托律師轉告媒體 案發當天 她曾勸告Nancy不要在湖裡游泳 因為風浪很大水流湍急 但Nancy仍跳入水中 後來兩人的皮滑艇被水浪推開 目擊者試圖穩住兩條皮滑艇 但最終Nancy失去了控制 等目擊者穩住自己的皮滑艇轉身時 Nancy已經不見了 隨後目擊者尋求了幫助 並向當地政府交代了事發經過 他們的疑問包括 為什麼警方報告中沒有目擊證詞 為什麼事件24小時後才得到通報 為什麼目擊者一個月來都保持沉默等 家屬希望目擊者能提供更詳細的資訊 聯邦調查局表示 目前沒有任何謀殺行為 且他們正在向威地馬拉當局 提供資源幫助搜尋 新唐人電視台加州記者站採訪報導 週三 一輛汽車在美國和加拿大邊境 尼亞加拉瀑布彩虹橋口岸附近 突然騰空而起 隨後起火 造成兩人死亡 美國和加拿大作出回應 以排除恐怖襲擊的可能 連接美加兩國的尼亞加拉瀑布彩虹橋邊境口岸 現已全面關閉 一位執法官員稱 在當地上午11點20分左右 一輛汽車發生爆炸 在郭靜典的美國一側 聯邦調查局正與地方 州和聯邦執法部門合作 進行全面調查 目前已知 兩人身亡 一人受傷 下午 加拿大總理已經聽取了 國家安全部長的簡報 公共安全部 王家祈警和邊境局 正努力與美國配合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加拿大正在與美國密切合作 調查這起事件 紐約州州長霍楚 週三下午表示 調查將持續數日 相關個人 死者和動機都有待釐清 不過他明確表示 已排除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但根據最初的檢查 沒有証明的恐怖襲擊的影響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威 加拿大報導 週四是美國的感恩節 有不少組織會在這段時間 向社區和民眾贈送食物 表達感恩之情 一起跟隨記者去現場感受一下 現場志願者們攜帶著近四千種食物 和一萬八千個玩具 為貧困家庭送上了節日的祝福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夠幸福 永遠 我們必須要祝福神 我們在一起 我們健康 我們在周圍都很幸福 這是我的希望 永遠祝福祝福 服務中心表示 民眾也可以投遞物品 網上捐贈 甚至通過亞馬遜願望清單 來為社區贈送禮物 這就是五十九次食物品的傳統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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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祉 我們在2024年期間 在2024年期間 在2024年期間 加上兩黨間不合調和的矛盾 令一些議員感到疲倦 新黨選的中原議長麥克‧約翰遜上月底一上任 就面臨著眾多挑戰 本週他提出的短期支出法案得到了民主黨人的支持 卻令共和黨強硬派感到不滿 根據眾議院的統計 截至本週不會參加下一屆國會的眾議院議員已達36人 不過大多數退休議員計畫留任到本屆任期結束 這意味著他們的退休不會影響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的權力平衡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倩綜合報導 去年冬季天然氣費用突然暴增 讓許多人措手不及 近期南加天然氣公司推出短信提示服務 幫助民眾在冬季到來前提早做好相應準備 南加天然氣公司近期推出一項短信通知服務 當每月天然氣的成本費上漲20%或更多時 註冊這項服務的客戶會收到短信提示 便於及時調整自家電器和能源的使用 2023年1月天然氣費用突然暴增 使許多家庭猝不及防 官方解釋由於惡劣的天氣 運輸管道在維修庫存低等原因 推高了天然氣的價格 民眾可在線填寫註冊表格 預計將在今年12月到明年3月 收到南加天然氣公司發出的漲價通知 為節省能源開支 民眾可考慮將恆溫氣溫度降低5至8華氏度 可節省約10%的費用 天然氣公司也建議客戶安裝隔熱系統 關緊門窗幫助維持室內溫度 新唐人電視台 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週三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 要求中共對於近期中國呼吸道疾病 和兒童聚集性肺炎病例激增的情況 做出詳細說明 聲明說 10月中旬以來 中國北方地區流感類病例 比前三年同期有所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週三發表關於中國北方兒童 出現聚集性呼吸道疾病的聲明 正式要求中共提供詳細報告 聲明說 11月1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國家衛健委相關部門報告稱 中國呼吸道疾病的發生率上升 11月21日 媒體和新興疾病監測方案網站 報告了中國北方出現不明原因的 兒童聚集性肺炎案例 10月中旬以來 中國北方地區流感類病例 比前三年同期有所增加 週二 世界衛生組織 已經通過國際衛生條理機制 要求中共提交更多 有關這些兒童 聚集性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學 臨床信息和實驗室結果 以及已知病原體的近期傳播趨勢 當前衛生保健系統複合等更多資訊 2019年底 中共病毒爆發初期 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共報告的透明度 都受到質疑 真實消息被掩蓋 面對近期中國呼吸到 及兒童肺炎病例激增的報告 世衛聲明建議 中國民眾因採取自我保護措施 與發病者保持距離 生病時待在家中 經常洗手等 世衛將持續更新信息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田圓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中國疫情 由於疫情急速升溫 各地的兒童醫院人滿為患 死亡病例開始攀升 而中共當局持續以 支援體肺炎來隱瞞疫情 週三 世界衛生組織要求中共提供更多細節 最近 中國各地的疫情呈現大規模爆發趨勢 中共當局給出的病因是支援體 腺病毒 荷包病毒 甲瘤等多種病毒疊加感染 目前 北京 大連 上海和杭州等多地醫院的門診大廳 人山人海 掛號都排到幾千號 天津兒童醫院單日門診量已突破1萬人次 各地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許多醫院的骨科 腹科都改成了呼吸科 收治染疫患者 現在病房都是放滿的 兒科那個人啊 擠都擠不進去 前大陸知名媒體人趙瀾健 11月18日發布的聊天記錄截圖顯示 大連一名家長告訴老師 孩子因支援體肺炎惡化 沒搶救過來 已經去世 而這已不是少數現象 你閉上眼睛 全是孩子的椅子 我咋睡了 趙瀾健爆料稱 大連已經開始死人了 因為這次疫情太嚴重了 我問了大連的朋友 人人都很恐懼 而不談論 擔心電話被監聽 這波最先以兒童為感染群體的疫情 一個多月前就已經爆發 但中共當局一直以支援體肺炎進行掩蓋 因為一般來說 支援體肺炎的感染 它是有自限性的 就是很多人感染以後 他自己過一段時間就會好 過去的支援體肺炎當然是在呼吸道感染中不是少見的 但是很少能夠出現嚴重的肺炎的症狀 更很少出現白肺的情況 那麼現在中共把這麼多兒童需要就醫 甚至進入重症 需要洗肺等這樣的情況 完全用支援體肺炎感染來做一個解釋 這是說不過去的 這一次的支援體肺炎有了大量的這種白肺的病例的出現 所以它其實和我們過去所說的那個支援體肺炎 我覺得應該不是一回事的 直到11月13日 中共衛健委才承認這波呼吸道感染疫情 是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 支援體肺炎病毒等 多種呼吸道病原體混合感染 11月22日 荷包病毒也衝上了微博熱搜榜首 住院之後呢 醫生就讓我們繼續掛頭吧 為什麼呢 因為是核病感染 並不單單的是說支援體肺炎 還有細菌感染 世界衛生組織11月22日發表聲明稱 已經通過國際衛生條例機制 要求北京當局提供更多流行病和臨床醫療信息 以及兒童肺炎感染病例的實驗室化驗結果 那就說明其實中共政府目前提供給世界提供給中國老百姓 包括其他的這個衛生組織 關於這一次呼吸道疫情爆發的情況是不能夠解釋現在的情況的 三年前最早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 在中國的真實情況一直受到外界質疑 分析認為這一次中共還是會繼續隱瞞疫情真相 中共官方在過去幾個月裡面都沒有公布中國大陸的這個新冠病毒感染的情況 這個本身就是西藏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也是在隱瞞 這個新冠病毒並沒有真的從中國徹底消失過 所以我覺得這次官方還在隱瞞 新唐人記者唐瑞 特約記者洛亞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一件中國水墨畫也能為人展開人生新篇章 毛筆沾上墨水 在仙紙上描繪出動人的山水景色 常常讓菲律賓藝畫家美夷陶醉不已 下面 讓我們一起去感受中國水墨畫的美妙意境 我在學校最最好的朋友 她一天 她邀請我去家 她採取了這些驚喜的櫃 這些都是她自己的畫面 所以我來說 她在第一眼 美夷出生在菲律賓 卻對中國水墨畫情有獨鍾 把她視為畢生的事業 正是那次閨蜜的邀約 為她敞開了水墨畫的大門 讓她在獲得建築學碩士後 毅然決然地開始學習水墨畫 回憶起童年 母親對她的啟蒙 鋪墊了她日後的藝術道路 我小時候很愛畫 我母親是藝術師 她愛藝術師 藝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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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和這整個美術師都合適 第一次拿起毛筆繪畫時的強烈感受 她仍記憶猶新 我第一次用了中國的藝術師 是當我發現 有這種感情感 這種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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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紫維 這製造的紫維 這個水和藝術師 我愛紫維 它是色的王 它有這繩子 那些清晰性 它實際上 實際上 我們在畫面的靈性 和原理的藝術師 水墨畫陪伴他走過了二十多個春秋 他從繪畫中深刻體會到道家所說的動靜結合 虛實相生的自然法則 水墨畫中 花中四君子梅 藍竹菊是常見的主角 梅花淋寒獨放 堅韌不拔 藍花 幽靜淡雅 與世無爭 都象徵著做人的美好品格 中國的筆畫畫是兩種主要的思想 一是道士 是那種意義的 所有人和自然是一種物質 另一種主要的思考是 中國的筆畫畫是 中國的筆畫畫 我一直在努力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水墨化的他 很慶幸能把中國傳統美學傳遞給不同族裔年齡的學生 並與他們探討其中的哲理 在美國今天,我們的藝術館 從高等學生到高等學生 我們都在大學中的藝術館 從中華藝術館 然後我感覺到我們在藝術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 谢之星 洛杉矶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纽约 和星星来一场约会 一起庆祝感恩节 瑰丽的地灯营造出星河的氛围 四射的雷射光送出点点星光 突然眼前一亮 整片整片的星海闪亮登场 这里是美国纽约皇后区植物园 艺术家用灯光 投影和声乐 打造出名为闪耀光芒的灯光秀 专门讲述星星的故事 星空展沿着植物园的步道 设立了不同的驿站 每一个驿站都有不同的星星迎接着人们 在有的驿站 一块看似透明玻璃的屏幕 不断播放着星星在太空中的生成过程 有的驿站 人们可以触摸那些流动的星光 感受太空的奇妙 展览主播方鼓励人们脱家带口来跟星星亲密接触 这样就可以在眼里留下星星的光芒 带着星星的记忆回家 闪耀光芒展将在11月24日开始 对公众开放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 早会 如果不是明镜需要您的 Dip정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